教大家画一颗水珠 首先拿出我们的色粉 再纸上涂匀 然后再拿出我们的棉签 把你刚刚涂的色粉抹匀 滑了滑了 使劲地去揉匀 可以多揉几遍 然后拿出我们蓝色的彩纤 画出我们水珠的形体 一个圆圈圈 画完之后在它的左侧画上水珠的影子 然后在它的右侧 用我们这个彩纤 把它的这个重颜色给它画一个过渡 可以慢慢的做一个渐变 然后拿出我们的白色彩纤 把这个水珠靠近头颖的地方给它画亮 画出它的这一个反光 这样水珠的这个晶莹气透的感觉就出来了 最后拿出我们的高光笔 给它点上这一个高光 一个不灵不灵的水珠就完成了 是不是超级简单 你看这个风景的光笔 就是这个风景的水珠 是他不灵散的水珠